都说爱情有七年之痒 意思是在第七年的时候 两个人的感情会面临危机 可是有一对夫妻 他们熬过了七年之痒 却因为一张照片引起了薪酬救援 让他们的家庭面临破碎 那么到底是什么照片 让一对和睦的夫妻分崩离析 他们还能否继续携手余生 事情的背后又是否有隐情呢 九年前 杨小平和李大富相爱并结婚了 这九年来 他们夫妻虽然在生活上会有些小科小伴 但也算是琴瑟和鸣 杨小平还为李大富生养了一对儿女 李大富是做房地产生意的 也算是个土豪 杨小平没有工作 在家里做着全职主妇 夫妻二人一个主外 一个主内 把家庭打理得十分妥当 然而幸福的生活却折在了一张照片上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杨小平说 他和李大富虽然结婚了八九年 但是从来都没有一家人出去旅游过 去年的时候 他想让丈夫带着他和孩子们出去玩玩 但是丈夫却说他要去长沙出差 四五天才能回来 还说要给杨小平带礼物 你是不是该带我们一家四口去旅游吗 然后他说十月一号车比较多 人也比较多 你还是不用去了 他说等我回来带礼物给你就好了 他是这么说的 然后我说你去哪里玩呢 他说我开车去长沙出差 去办事去了 我说你要去玩多久呢 他说这个说不定的 说不定三四天四五天也不一定 他说你在家把小孩带好就行了 我去完了回来会带礼物给你的 我听到这话也蛮开心的 杨小平体谅丈夫在外辛苦 也就不提这事了 然而令杨小平没有想到的是 等他的丈夫李大富出差回来后 他却在丈夫的衣服口袋里 发现了一张照片和一份港澳往来的申请表 感觉好奇怪 我这个是谁啊 怎么会有这个照片呢 他们两个你看 你看他们两个就是 抱着抱着很轻易的 还手拉手 还抱着他的肩膀 就一看着就不寻常的关系 对不对 杨小平给我们看了这张照片 照片上的男人就是李大富 在他的身边坐着一个容颜交好的女子 且李大富很亲密地抱着女子的肩膀 宛若一对情侣 这个女子是谁 杨小平拿出一张内地居民赴外地的旅游申请表 女子的名字 女子的名字昭然若揭 她叫小娥 并且在申请表上小娥的生日是10月22日 而李大富和小娥去澳门的日子则是10月21日 那么事情的真相就很明显了 当时李大富绝对是带着小娥去澳门过生日了 推理出这一切的杨小平真是又伤心又气愤 她平时为了这个家劳心劳力 照顾完丈夫还要照顾孩子 日子过得简直就像个免费保姆一样 而且她自己过生日的时候 丈夫连个声都没坑过 但她竟然还带着小三特异去澳门过生日 此外 更令杨小平生气的是 丈夫竟然花了5000多块钱给小娥买了个苹果手机 然而杨小平却还在用着不到1000的 只能拿来打电话和发短信的就手机 杨小平想和李大富好好聊聊 然而李大富却好像失联了一样 几个月都没有回家 连杨小平的生活费都不给了 巧的是杨小平在一个小区的路边 发现了李大富的车 他立刻冲了过去 并拿出了备用钥匙 打开了车门坐了进去 20分钟后 杨小平不知道又拿着什么出来了 他们就在分房得主了 我老公叫你吧 房号是501 分给他的是吧 分给他的对啊 这是他自己的工地 他跟他们合伙的工地 我看到他有很多房子了 三套四套五套六套 意味着他至少有六套房子在这里 原来他在李大富的车里 发现了一份购房合同 李大富在他自己的工地上买了房子 但杨小平却全然不知 三个小时后 令我们等候许久的李大富 终于出现了 杨小平和他的母亲 立即冲了过去 打开李大富的车门 就是一通知问 他说你哥把也没回家了 是啊 好 上车也不行 你不上车 你给我上 你怕出洋相 你都不眼睛了 还怕出什么洋相 你啊 出洋相 对我这女人这样开包 你给我一个小带 你跑不了 又下来嘞 要不要把钱打掉 今天 把我一个公道 天下都是我们身 你是个老费狗费 不是这么多在你家里 谁要一男一女 人是个老费狗费 你个好男人吗 把我女人这样嫌弃 然而李大富的态度 却很不好 他拉扯着杨小平 让他上车 找一个僻静的地方说 在车上 杨小平和李大富 夫妻二人的唇枪舌剑 就没有停止过 甚至李大富 还用恶心等词汇 形容他的妻子杨小平 他们之间 到底发生了什么嫌隙 才令一对夫妻 有这么深的隔阂呢 不要脸千五 我不脸 我什么不要脸的 我做了什么 不要脸的事情 你说嘛 妈你都不要脸 我发哪点错了 我做了什么 不脸的事情 不要脸的 全是个最我心 最我心 是你们关系出现了 什么问题啊 为什么这么看着他呢 你们毛都还蛮深的 你为什么这么看着他呢 好像 看着他 他觉得小商什么都好了 现在看我 哪都不顺眼 就把我当狗子 当仇人似的呀 他都没有 是夫妻 直接没有感情了 还是怎么样 感情是有 但是过不下去 过不下去 我对他有感情 所以他对我没感情 李大富说 他们夫妻的日子 是过不下去了 因为他对杨小平 还有感情 但杨小平 却已经对他 没有感情了 后来 李大富接了个电话 随后便找借口离开了 夫妻二人的谈话 也无疾而终 可是如今 还是有深深的矛盾 埋藏在他们夫妻二人中间 该如何解决呢 我们得知 李大富当年和杨小平结婚的时候 还是个穷小子 这几年是靠着亲戚帮忙才富起来的 夫妻二人也算是共苦过的 可是为什么现在到了该同甘的时候 李大富却突然抛弃了杨小平呢 他就给他买了一个苹果 苹果手机是那个 五千的iPad八十八的那个 五六千块钱的 我现在 过个生日都去澳门 对 他过个生日去澳门 我那四五千五 我今年十二月十四号 过三十岁 他什么顶目都没买给我 杨小平说起丈夫对自己的做法 忍不住哭了出来 他为家里勤勤恳恳八九年 却只能落得这样一个后果 他过得连保姆都不如 就连李大富的父母 也常常给他脸色看 杨小平更加气愤了 他决定一定要找到 那个叫小娥的女人 让丈夫回心转意 就在这个时候 有一个自称是小娥的前夫的男人 打来了电话 我那时的 我还能收到的 你说刘维新 刘维新那时的 刘维新啊 你现在 小娥的前夫说 小娥在他们还没离婚的时候 就通过微信和李大富聊到了一起 然后就出轨了 随之也和自己离了婚 现在李大富给小娥还租了个房子 知道了这一切的杨小平怒火中烧 他立即找小娥的前夫 要了小娥现在的住址 来到了李大富给他租的这间公寓门口 然而 任凭他在屋外狠狠地敲门 小娥就是没有露面 也没有出生 不知道小娥现在的位置 于是杨小平联系上了这间公寓的房东 房东说 之前李大富确实是和小娥住在这里的 开始交了三个月的房租 现在租到了半年 但是就在昨天 小娥却突然退租了 从房东的话看来 小娥和杨小平的丈夫 李大富确实是有着不正当的男女关系的 杨小平气急 他和丈夫协商好 在派出所见面商讨 杨小平对着丈夫 控诉自己的生活和他的无情 可是李大富却充而不闻 一直想离开 始终是不交谈不处理的态度 最后更是跑回了自己的车上 杨小平不能忍受丈夫能处理的态度 他不依不饶地追了上去 扒着车门 不让李大富开车走 李大富被他逼急 眼神里满是怒火和不屑 最后还气愤地要打自己的妻子 在派出所的门口 这两夫妻就争执了起来 李大富怒气冲冲 杨小平也不是好惹的人 李大富关车门 他就把车门再重新打开 还赖在了地上 如同市井泼富一般 但这一切是他想造成的吗 他只是想要丈夫的解释而已 李大富无奈 他找到了我们 要求私谈 他并没有承认自己 和小额的不正当关系 但也没有否认 他还说出了一个惊人的事实 原来去年李大富去了一趟澳门后 他贪恋上了赌博 并且把挣到的钱 差不多都输了出去 但是杨小平对这一切 却全然不知 还找他要钱 在他的话中 杨小平不懂得帮他分担压力 只知道找他要钱 甚至还打过他的母亲 因此他必然要和他离婚 但杨小平并不同意离婚 我真的不离啊 你不离 对啊 为什么不离呢 为了两个小孩 为了小孩 你就是 为了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 他出轨了 你能接受吗 只要他就是回心转意的话 我还是不原谅他的 他说 为了不让孩子的心理出现问题 为了保全孩子健全的性格 他愿意 他愿意过往不救 相信李大富是会回心转意的 他把孩子的感受 放在了最先考虑的位置 那他自己呢 难道他真的心甘情愿 这样生活下去吗 之后 杨小平又和李大富在他的车前 吵了起来 杨小平满肚子抱怨 可是李大富就连聊都不愿意和他聊 夫妻二人的关系当真降到了冰点 再也无法回到相爱时的热忱 第二天 我们跟着杨小平来到了一家商场 他买了几件衣服 这是他以前省吃检用时 绝对不会做的事情 这是羽绒服 在买了裙子 他买了裙子 怎么想到忽然开始工厂购物呢 还买了几件 因为他 因为之前总是为了这个家 为了小孩就是 没好好打扮自己 觉得他总 他在外面跟别的女人 就是潇洒快活嘛 我自己在他们家 就是一个全职保姆 也会帮我 事实上 结婚九年 他连在本市有哪些商场都不知道 更别说梳妆打扮自己 婚姻只给他带来了 无尽的烦恼和忧愁 磨去了他的天真和美丽 杨小平已经近乎暴力消费了 他来到了一家美妆店 当店员用化妆刷在他的脸上清扫时 他说自己从来都没化过妆 化妆更是他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他只懂得带孩子 做家务 却没想过原来他可以这么漂亮 杨小平还是没有对李大夫灰心丧气 他经过多方打听 终于联系上了自己的情敌小额 你现在还是跟你们在一起吧 是吧 没有 没有啊 那你之前是不是跟他住的那个公日八楼八一一了 现在你满意了吧 现在我跟他已经离婚了 现在你开心了吧 是吧 现在你是满意了对不对 我跟他都离婚了 现在你可以国民正大地到我家里来了 不用偷偷摸摸了 你说话呀 我现在给你电话今天干嘛 死心 对我怎么死心的呢 你说说看啦 是你先抢我的老公 骗我老公的钱 破坏我的家庭 他已经挂了 挂了 他晓得你是谁 他知道我是谁 对啊 他说 他不想跟我说话 跟我说他就死心 小额否认自己现在还和李大夫在一起 也否认自己之前和李大夫住在一起的事实 他不愿意和杨小平多说 没聊上几句就挂了电话 实在没有办法了 杨小平叫来了李大夫的父母 希望他们能帮着自己劝李大夫回头 可是李大夫的父母不仅对李大夫出轨的事情置若罔文 而且还出口指责什么错都没有的杨小平 原本的一家人竟然差点扭打在一起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李家人说 是杨小平胡搅蛮缠不讲理 还要拿刀砍婆婆 他们不可能偏帮杨小平挽留他本就名存世王的婚姻 杨小平不能指望别人帮他 只有靠他自己 针对杨小平和李大夫夫妻的事情 当地的司法部门将两人叫到了一起 希望能从中调解 可是李大夫却离开了现场 调解员说杨小平应该多想想自己 他完全可以自己搜集证据起诉李大夫 杨小平想了很久 最终把我们带回到了之前他和李大夫的家 他想清楚了他要离开这里 他将自己的衣服一件件收了起来 哭着说这个家已经容不下他了 这个时候他的儿子还在家里面玩电脑 杨小平抱着儿子 问他如果妈妈要走了你还爱不爱我 可是儿子却因为妈妈打扰了他玩游戏而烦躁 他不懂得妈妈做出了多么大的牺牲 也不懂妈妈这么做的意义 杨小平流着泪 只拿着一个大袋子离开了这里 结婚九年 他的行李竟然只有一个袋子 丈夫不忠 家人不疼 他以后的路到底该怎样走下去 最终杨小平决定要为自己的未来做打算 他将搜集证据起诉离婚 希望他能走出这段婚姻的阴影 快乐地活着